打开包装检查所有配件是否完整 先安装白色防滑垫,对准凹槽扣上即可 安装前需微调旋钮,恢复初始状态 然后找到两个固定孔,将小铁片依次塞入 此时的小铁片容易松动,要小心拿去隔板防止掉落 随即拧上扇形螺丝,不用拧紧哦 再将隔板放入安装位置固定好一边,把另一边拉伸到合适长度 然后将两个扇形螺丝依次拧紧,固定钢管不松动不回缩 最后顺时针拧紧微调旋钮,直到两边顶紧牢固 像这样就安装完成了